今天吃的不是饭 是奶的面子 奶家来起了 老同事串门来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烙到家里伙实了 我听着我奶应该是 偷着回屋给我打的电话 让我晚上安排一下子 哎呀 这内卷都这样了吗 都给老太太卷进来了 既然进来了 谁也别想好好除去 酸菜汤里多下点肉 把咱这小料的倒上 看看啊 就这一块子下去 想光夹酸菜肯定是不可能了 这一块子夹的可不只是肥肉片子 这是奶的面子 奶嘱咐了 来几个上档次的菜 那无非就是鱼侠蟹呗 还得整点老太太在家吃不着的做法 就这个锅包瞎人 我觉得我奶这一把就能站起来 然后我告诉我奶 我说你今天再馋 你也别吃肘子 你就告诉他们 这玩意顿顿辣不下 就想吃点清淡的 最后炒了两个素菜 蒸了一个南瓜红枣发糕 和蒸了几个大豆包 主要是不知道 这几个老同事的血管是什么水平 我怕吃堵了 孙军再来找我了 来吧 切姜虾 拉葱姜蟹 胡思 豆包 锅虾 夹豆 溜鱼 排土 南瓜 酸白 黄铁 大肘 这就给奶打包送去了 这种场合呢 我们也上不去做 就一样留了一口 晚上奶来电话说吃的都贼高兴 反正用袋的 用盒的 用裤兜的 糊糊往家打包啊 奶说下回来人咱还怎么办 你再说一遍 你刚说啥没定情 有种子 你奶就有面 奶想吃沙西马 完了跟我爷上超事了 你说现在出着玩 没他妈一个正经味的 全是什么芝士的 蛋黄的 就是没有原味的 我爷说凑复一口行不行啊 讲柜的 我奶说那肯定不行啊 宁缺勿赖你不懂啊 生了几个你们爱的我的 这个二粮鸡腿包 剩点原葱也放了 但奶说照这个大肉粒包子 还是差了一丢丢 然后做了个蒜香鸡翅 炒了个松仁玉米 这个松仁玉米啊 是有卖八好的松子的 我那不知道 我安排我弟磕的早晨四点 哈尔滨现在已经零下了 直接过冬了 给奶做了一锅鱼羊鲜 咱这玩意一年做不了两回 真不如那古败和肘子做的顺手 而且这肘子一出锅 我那可去有些事真不怪我奶 我弟说撒谎儿的 现在帝王线龙虾看着真迷糊 但肘子多的都想来一口 来不提倡香了 磨肉 山马 蒜翅 牛螺 大骨 酱豆 澳宝 松玉 尖肘 青草 鱼羊 这天太冷了 各地整没招了 给棉妹掏出来了 捂着半天 最后带着被保地地保地的对象走的 好在还没凉 我奶先干另一碗饭 然后要跟我爷分一个包子 奶分包的手法绝对有说法 我爷吃上之后问我 说你这洋葱馅包挺有味啊